圣诞节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世界各地都在如火如荼的策划欢庆活动 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 12号就举办了圣诞老人大狂欢 吸引了数百名纽约市民参与 他们精心打扮成圣诞老人的造型 欢聚一堂以迎接圣诞节 12月12号是墨西哥一年一度的重大节日圣母节 这一天大批朝圣者会用步行的方式 前往瓜达卢沛圣母大教堂参与宗教仪式 有些会携带圣母像甚至沿途双膝跪拜 以旅行承诺或忏悔 另外也有信徒会头戴羽毛罐 身穿传统服饰再歌再舞 根据当局所提供的数据 朝拜活动开始至今的一个星期内 已有超过550万人参与 缅甸反对派领袖安山书吉 13号带领所属的政党成员 来到缅甸阳光镇 别误会 他们并不是来拉票或拜访选民 而是与当地的居民一同清理垃圾 现场可见 安山书吉戴上手套并拿着垃圾袋 弯下腰减实垃圾 展现了他一贯的亲民作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